这个皇子天生有病 只要被异性触碰到 就会吐血晕倒 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 就在刚刚 他愤怒地回到皇子府 因为早朝上他又被哥哥们拿 他不能碰人 不能为皇家延绵子嗣的事 来阻止他继承皇位 他叫公灵玉 是皇后唯一的儿子 也是皇帝的帝十四子 而他的府内有一棵千年合欢树 二十年前凝聚出了灵体和意识 明卫和欢 这天他看灵玉一副生气的样子回来 便想着送一朵花给他 让他开心一下 结果灵玉接到花后 更是让他想起了自己痛痛 立刻命令管家砍了这棵风骚的树 他不想见到任何像女人一样的东西 和欢一脸呆滞 卧槽 我不敢守剑 管家连忙上前劝道 先皇曾说过这棵树有灵性 树在府在 树回府他呀 气头上的灵玉根本不管这些 砍了 区区一座宅院 本王明日拆了重建 和欢看着气得踹门的灵玉 知道事情大调了 半夜 和欢坐在树上私存 这个臭男人脾气太大了 不管如何 我得去找他 不然明天可能就树命不保了 只见他轻轻一跃 踏跃而下 宛如折仙 然而他一进入灵玉屋内 就抱着灵玉的大腿开始哀嚎 我求你不要砍我呀 我才活了一千多年 不想一年早逝啊 王爷 帅王爷 求求你行行好 放过我吧 灵玉大惊着哪来的疯女人 连忙喊人把她扔出去 和欢慌忙解释我不是疯女人 我只是求你不要砍我呀 不 不要砍树啊 他都没有晕过去 难道是病好吗 想着便伸手抬起和欢的下巴 普通货色 勉强看得过去 和欢一阵恼火 喂 你说谁普通货色 还未等他说完 灵玉靠近他 直接吻了上去 和欢面色羞红连忙躲开 情 瘦 而玉玲从未体验过如此甜美的感觉 心中一动 猛的一把将他抱起 和欢拼令挣扎 攻灵玉你要干什么 你快放我下来 就在这事管家听到声音 带着侍卫赶了过来 灵玉表示自己没事 看到灵玉竟然可以碰女人了 激动的热泪盈眶 准备立刻就去禀报皇后娘娘 灵玉将和欢抱回屋内 接下来我们试试更刺激的 你想做什么 我可不是随便的树 我只是来求你不要砍我的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只要你乖乖配合 本王就不砍那棵树 和欢为了树命 只好乖乖配合 这段不好看就掠过了 天亮后 和欢浑身酸疼的睁开眼 却没有看到灵玉的身影 想着他不是去砍树了吧 便换个深衣服去找他 刚出门就看到灵玉 正看着和欢树发呆 供灵玉安静下来的样子好美啊 之前见他总是穿戴的精神干练 在这座宅子进进出出 二十年如一日 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 就在他感叹之时 灵玉看向管家 给我砍了这棵和欢树 刚刚还心存美好的和欢当场实话 立刻上前质问他昨晚事都做了 说好不砍树 现在却出而反而 怎么能提了裤子不认树 不料灵玉却耍起了无赖 昨晚是昨晚 今日本王又想砍了 和欢气的就要打他 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夸你美 结果却被灵玉握住了手腕 或者你给本王一个不砍树的脸 和欢没有丝毫隐瞒 表示自己就是那棵树 砍了他他就死了 可灵玉根本就不信 本王不是三岁小孩 你最好给本王说实话 不然我不仅砍了那棵树 你头上这棵脑袋本王一并砍掉 和欢愤怒的一把推开他 愚蠢的烦人 我就知道你不信 你可瞧好了 我可以控制那棵树 这个皇子天生有病 只要被异性触碰到 就会吐血晕倒 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 可当他遇到和欢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病好了 就在和欢要展示自己的仙树 证明自己乃是一株千年和欢树时 一个丫鬟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他要趁着皇子病刚好 找机会成为皇子的妾室 好享受一辈子容环富贵 只见他使出一招平地摔之后 顺利地倒在了灵玉环里 就在他暗自得意自己的计划即将成功之时 灵玉直接口吐鲜血向后道去 该死 哪里来的丫鬟 和欢不知灵玉为何晕倒 抱着他一阵惊慌 而丫鬟看到后知道了王爷的病还没好 他的王妃梦还没开始就破碎 躺在床上的灵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就看到了自己的母后 皇后柳穗儿正担忧地看着他 原来那个小丫鬟是他带来的 他想着既然灵玉的病好了 就给他送几个小丫鬟照顾他 却没想到灵玉的病还没好 又让他晕倒了 灵玉则是疑惑 昨夜的确恢复正常 碰了女人 而今早被那丫鬟碰了却又晕倒 所以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只能碰这一个女人 不知隐情的和欢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 皇后看了眼和欢 觉得就这一个怎么能行 便看向灵玉 那本宫试试了 灵玉一时没反应过来 母后要是什么 当然是试试你还能不能碰其他一心 结果皇后刚抓住灵玉的手 灵玉就再次吐血晕了过去 皇后无奈叹了口气 看来乌尔说的没错 乌尔竟然只能碰你这一个女人 皇后盯着和欢 想着一定要让这女子生下龙子 让灵玉有权力继承皇位 而和欢感受着皇后的目光 感觉后背发凉 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皇后吩咐道 前公公 本宫要这女人择日与乌尔成婚 一年之内淡下乌尔的隆重 本宫要堵住那帮老东西的 全心全意祝乌尔登上皇位 和欢若若的道 皇 皇后娘娘 皇后一眼瞪了过去 再说一个不字 本宫砍掉你的脑袋 和欢耸的飞快 我驾 很快 灵玉不仅病好了 还即将成婚的消息传到了宫里 四皇子听八皇子说到此事很是震惊 宫灵玉这病一好 估计皇后身后的老臣会全力支持他上位 皇帝恐怕也会多关注他几分 八皇子煽风点火道 毕竟之前他除了不能碰你们 其他能力是比四哥你还要强的人 四皇子一下子捏碎了手中的酒杯 不行 宫灵玉不能翻身 他本来就是嫡子 要是他势力建立起来 那我将来的太子之位就要不保了 我得去找大哥商量商量 看看怎么除掉宫灵玉 大哥不会让你对宫灵玉动手吧 他太保守死板了 一定会说一大堆道理 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将来要做太子的事 要是宫灵玉势力一天天壮大 最后受威胁的只有你 四皇子被八皇子说得不知所谓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把宫灵玉上位的机会扼杀在墙堡里 对他的女人下手 只要让他永远不能碰女人 不能生育 他就永远没有机会翻身 四皇子大喜 一掌就给八皇子拍得满口喷气 哈哈哈哈 多谢八弟 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准备 我要让那个宫灵玉永无翻身之地 八皇子在四皇子走后暗自隔一 好吧 就凭你这头脑简单的傻袍子还想做太子 简直是痴人说梦 宫灵玉嫡子的身份不得不防 先利用你干掉宫灵玉的女人 而此时的玉王府 灵玉正指挥着下人休整庭院 何欢不解地问灵玉好好的一个院子 突然整这些干什么 而灵玉不但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还让她今晚去睡柴房 何欢很是愤怒 凭什么让我睡柴房 皇后娘娘刚逼我嫁给你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未婚妻的 灵玉很是霸道 你睡不睡 何欢愤怒地回答 不睡 要睡你自己去睡 这个男人真无情 前一晚刚恩哼完的女人 第二天就让手下绑了扔进柴房 被绑成粽子的何欢拼命挣扎 恭灵玉 你混蛋 你过河拆桥 我要去向皇后娘娘告状 晚上 灵玉正在看书 吓人慌张地跑进来 王爷 不 不好了 何欢愿着火了 还未等灵玉出去 又有人来报道 王爷 不好了 四皇子带着一队官兵要冲进来 说是看见有人在王府纵火 进来抓捕刺客 贼喊捉贼 我倒要看待 你们还能耍什么花样 四皇子带着大批人马 闯了进来捉拿刺客 灵玉迎了上去 四哥这是做什么 随便捏一个理由就闯我王府 莫不是另有企图 话怎么能这么说 哥哥方才看见有女刺客 在你府上放火 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况且我身为京城京无畏同理 守护京城方志安也是职责所在 灵玉丝毫不让 既然这样 那四哥也看到我没事 你们可以走了 而四皇子并不想就此放弃 刺客没抓到怎么能走 来人 去何欢愿放火的地方查看一下 务必将躲藏的女刺客拿下 同时心中想着 八弟的计策果然管用 等下去何欢愿确定了那女人死后 公灵玉就还是那个不能碰女人的废物 结果手下去回来禀报 着火的寝殿里并没有发现尸体 也没有发现女刺客 四皇子愤怒地抓住手下的衣领 怎么可能 给我去搜 仔仔细细地搜 十四弟的未婚妻就在那何欢愿里 怎么能连个尸体都没找到 灵玉走上前冷冷道 四哥 你到底是来找女刺客 还是来找本王女人的尸体 如果是冲着本王的女人 就不必费心了 你什么意思 你的未婚妻到底在哪 本王是担心她的安全 不过是来找她的尸体 这时孽护卫带着何欢走了出来 王爷 何欢小姐今夜夜宿柴房 躲过了何欢院的大火 何欢小姐现在安然无恙 不知发生了什么的何欢打着哈欠 这么多人 你们在做什么 四皇子大怒 灵玉 原来你早有准备 说着就拔刀冲向了何欢 何欢一阵猛逼 干什么 怎么突然动刀子了 灵玉满脸你买 公园吧 你难道敢当众杀害本王的王妃不成 谁说她是王妃 本王看她就是个躲在柴房里的刺客 现在本王就替十四弟杀了这刺客 灵玉立声大喝 你敢 我公园吧有什么不敢的 现在四周都是我的人 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 那本王就和你比比谁的拳头硬 灵玉大喝一声 来人 只见无数人影从暗处冲了出来 立刻控制住了局面 四皇子这事才反应过来 竟然还有埋伏 你早就知道我会来 好可怕 何欢被吓得浑身颤抖 握住灵玉的手不放 灵玉挟了四皇子一眼 公园霸你撕闯本王土地 纵火伤人 本王现在就将你拿下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四皇子强行狡辩 公灵玉 你凭什么抓我 我是来抓刺客的 既然这里没有刺客 我们可以离开 你没有权利抓我 四哥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只见灵玉挥了挥手 你也护卫 把人带上来 很快一个非裔人跪下后喊着四王妃 四皇子冷汗直冒 不 我不认识你 公灵玉修要诬陷我 听到四皇子的话 那黑衣人激动了起来 四王爷 是您说我放完火就可以还乡的 您不能见死不救 我老母亲还在家里等我回去啊 人赃并火 四哥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把他交到父皇面前 别说以后的太子位置 就连现在的金无畏统领你也没得做 四皇子此刻已经有些慌了 你别想笑我 八 八弟一定会在父皇面前替我求情 到时候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你照样奈何不了我 火烧皇子府 自杀准王妃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你觉得八哥这次还会帮你 四皇子慌得不行 这下可怎么办 闯了这么大的火 八弟要是不帮我 父皇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灵玉走到四皇子身前 其实这件事还有一个解决办法 只要你帮本王做一件事 这件事本王可以不向任何人提起 包括父皇 四哥考虑考虑 四皇子连什么事都没问就立刻答应下来 我做 我做 指你不向父皇告犯我 我什么都可以做 很好 四哥今天先去吧 具体事宜我会差人告诉你 同时心中暗响 公园霸果然是个草包 怪不得被八哥当枪使 还不自知 结果一转头看到何欢的表情就是一呆 这是什么表情 何欢立刻上前拍起了马屁 公灵玉你好厉害啊 竟然一早就知道你四哥要来搞事 还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 还有你让我睡柴房也是在救我对不对 可她突然想到一个致命问题 对了 何欢院被烧了 那我后半夜睡呢 这个女人是一棵千年何欢术所化 不巧的是遇到了一个一言不合就总想要她数命的男人 因为道横不够不能拔根而逃 无奈只能从了男人做她的王妃 这天灵玉算到晚上会有人来暗算何欢 让何欢躲在柴房逃过一劫 可何欢所住的何欢院却被大火焚焚 就在何欢不知晚上去哪睡时 灵玉慢慢地靠近何欢道 和我睡 说完便一把抱起了何欢 何欢乌暗一声 恭灵玉你放我下来 谁要和你睡 你是本王的准王妃 你没得选择 只能跟本王睡 一夜搜的一下过去 第二天 皇帝得知灵玉怪病痊愈 赏赐大量珍宝给他 而传指太监的一句 诸位皇子里 就只有您有此荣宠 让他若有所思 灵玉接过圣旨之后 吩咐聂护卫 送公公出去 好好关照 聂护卫恭敬地引着太监出了大门 王爷到底什么意思 按照以往的习惯 好好关照就是 片刻后 太监被人拉进胡同套上 麻袋一顿毒打 灭护卫扔给混混们一个钱袋 让他们把太监偷偷地扔到宫门口 管家看到那堆积如山的赏赐 觉得灵玉久病出狱 又深得圣宠 看来东宫之位非他莫属 不料灵玉却一甩手将赏赐明刻扔给他 把这些珠宝浩浩荡荡地抬进大皇子府 就说本王感念兄弟情义 皇兄身体虚弱更需要这笔赏赐 灵玉深知自己要是真正做了太监 那就离死就更紧了 灭护卫办完事回来 好奇地问灵玉为什么让他奏宣旨太监 这不是惹皇帝不快吗 灵玉淡淡到本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因他想要看看 皇帝这个表面上的词服 能装到什么程度 灭护卫没有明白灵玉的意思 灵玉继续解释 你当真父皇属义的未继承人是我 父皇只不过是想将我推上太子之位 替病弱的大皇兄扫清障碍 挡住冥枪案件罢了 原来大皇子是皇帝同先皇后生的赐子 先皇后诞下大皇子后 就被他母亲陷害不幸公事 奈何他母族在朝堂势力太大 皇上不得已才将他母亲立为纪后 对他也装作宠爱有加的样子 而聂护卫却不知道这些事 大皇子 传言大皇子从小便在轮椅上渡 怎么可能继承皇位 灵玉随手将手中的匕首抛给聂护卫 这你都信 他跟本王一样 不过是为了韬光养晦编的借口罢了 原来你没病啊 您是装作不能碰女人吗 灵玉恼火的瞪向他 本王还没有对自己残忍当那种地 连做男人的底线都抛弃 聂护卫可怜兮兮的问 那您真的不打算做太子吗 本王为什么要做个T4鬼 他看向窗外的和欢术 谁规定得天下 就一定要做太子 但恐怕现在由不得本王了 那个女人的出现 已经打破了父皇最后一道防线 父皇已经开始推波助澜了 不料聂护卫问了个傻问题 那您昨晚为什么不让四皇子除掉他 只见灵玉黑着脸看向他 他是唯一一个能治好本王隐疾的女子 除掉他 你想让本王断子绝孙吗 吓得聂护卫慌忙下跪 王爷 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啊 灵玉无奈地揉了揉脑袋 行了行了 本王知道你不是有的 不过这一切本王早就在谋话了 昨天让四皇子闯进来 自然有本王的用途 父皇想让本王做太子 有的是蠢货想阻止这件事 本王只需要顺水推舟即可 和欢在树上看着灵玉今天的举动很是不解 有些担心这个鱼木脑袋万一惹怒了皇帝 他也跟着掉脑袋 便跳下树群 拦在他面前问道 喂 公灵玉 你不是一直都想争太子之位吗 为什么还把皇帝的赏赐让给别人啊 灵玉不解地看向他 本王何时说过要争太子之位 那个位置谁坐上去都活不长久 本王躲都躲不及 你不想继承王位 好男儿不都心怀天下吗 还是说你因为自己的身体不行 心里自卑 可他没有注意到此事灵玉已经满头黑血 还继续说着 你放心啦 只要你保住我性命 我自然会站出来替你证明你身体没事的 灵玉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而天下又不是只有做太子重办法 本王何须自卑 何欢 你的出现已经打乱了本王的计划 本王警告你 本王的命令 你只有执行的份 不要试图试探本王的底线 不要惹事 否则本王一定会杀了你 灵玉说完转身就走 何欢在他身后无能狂怒 无耻 什么叫我打乱了你的计划 你以为我想嫁给你啊 明明是你打乱了我的计划 要不是你 我现在早就已经觉醒了 也不会受你威胁 何欢垂着自己的树八发泄愿气 好气啊 为了保住我的小命 又不得不照着他的话去做 可我不想死 也不想嫁给公灵玉 可就在这时 一道温柔声音从大门的方向传来 为什么不想嫁呢 许仙和宁采臣都弱爆了 这个皇子竟然入目三分 强行让千年树金做了自己的妃子 结果还冤枉他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气得何欢自己打自己 就在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俊朗男人被推了进来 公灵玉才貌双全 深得皇上圣宠 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到时候你便是太子妃 会得到全天下女子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地位 这别人求也求不来的轻视 姑娘为何不想嫁 何欢回过神 看到这是个陌生的男人 便问他是谁 我是公灵玉的大哥 公一飞 何欢好奇地打了他 大皇子 好帅啊 可惜 是个瘸子 大胆 大皇子身后示威愤怒的就要拔剑 大皇子摆了白手示意他不要鲁莽 你是第一个说我瘸还活到现在的人 你这姑娘有点意思 灵玉听到声响迅速走了过来 一把江河欢呼在身旁 大哥来府上有何事 随后对着何欢小声道 这个人很危险 给本王离他远点 十四弟将父皇给你的贺礼全部送给哥哥 你对哥哥的关心挂念实在令人动拢 所以特地带了谢礼来看你 也恭贺十四弟救急痊愈 迎娶王妃 灵玉听到大皇子的话深感对手难产 不料何欢一把推开了他 你放开我 你看人家是来祝贺你呢 灵玉不想理他 大哥何必在我面前上演虚心假意的兄弟情 你和父皇是什么意思 本王心里一清二楚 大皇子粘起一朵何欢花回到 我和父皇一心支持你做太子的意思 朝堂上下已经无人不知 过几日的祭天大典上 父皇便会昭告天下 册封你为太子 哥哥也是打心理替你高兴 灵玉皱起了眉头 圣旨未下 到时候谁当太子还不一定 若大哥来只是想说这 那大可不必 请回吧 呵呵 十四弟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彭爱不起来 赫里四经命人送到你的府上了 本王告辞 何欢见大皇子离开立刻摆手告别 拜拜 有空再来玩了 灵玉一把按住了何欢 吃味道 你最好给本王搞清楚 你是本王的王妃 不许背着本王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 尤其是公益匪 何欢不爽的道 我没有和他眉来眼去 我就是看他比你好看 比你帅 还比你温柔 好气啊 下午 灵玉在书房处理工事 而何欢在一旁床榻上呼呼大睡 就在这时皇后差人送了礼物给何欢 何欢听到有给他的礼物瞬间清醒 立刻冲过去看是什么礼物 皇后娘娘还特意说了 这礼物只给何欢姑娘一个人看 希望何欢姑娘早日怀上皇家血脉 何欢接过礼物还不忘嘲讽龙玉 你看看 你母亲送我礼物都不让你看 你这人缘混的 随后打开包裹 金瓶梅 风月宝剑 玉仆团 这都是什么鬼 灵玉听到后立刻上前按住那些书 来人 把这些书拿去烧了 何欢急得都要哭了 你干嘛呀 那是皇后娘娘送我们 灵玉一把将她按下 闭嘴 母后也真是胡闹 送了一堆小黄书 这是几个意思 胡闹 大雄宝殿之上 皇帝艰难地走到龙椅前 哎哟 岁月不饶人 腿脚也开始不听使唤了 这九级宝座台阶都快上不去 过几天就是祭天大典 朕还要登九十九级天机 行天子礼 主持大典 不知道这腿还上不上得去 四皇子立刻拍起了龙屁 祭天大典只能由神龙之子主持 父皇是真正的神龙之子 自有神龙庇佑福寿万康 您这腿肯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哈哈哈哈 朕是神龙之子 那朕的儿子便也是神龙之子 一个人出来替朕登九十九级神阶 上神坛 待连航天子礼 台下众臣顿时一片哗然 皇上言下之意不就是要确定下任太子人选吗 是啊 祭天大典除了皇上 只能是太子主持 其他人根本没有资格登上神坛 大皇子首先进言 父皇 十四帝近些年功绩显赫 又是皇后彼子 而臣觉得十四帝最适合 凌玉按道一声 来了 这个皇帝共有十四个儿子 而他却只中一腿脚残废的大皇子 为了能让大皇子顺利接替他的位置 他不惜设计让其他十三个儿子自相残杀 皇帝计划借着这次祭天大典 选凌玉做太子 利用他替大皇子挡住其他皇子的刁难 更是要借此除掉他和皇后背后的柳丞相一旦人 大朝会上 大皇子推荐凌玉代替皇帝主持祭天大典 大臣们也纷纷符合 就在皇帝得意地捋着胡须之事 凌玉本人上前反对 父皇 而臣觉得不妥 这些年 大哥 四哥他们为国尽心尽力 而臣是万万赶不上 大哥虽腿脚不变 但为国家安康费尽心思 我们这些做弟弟的只不过是替大哥代劳而已 要而臣来说 大哥才更应当担任祭天大典的主持 四皇子在一旁暗想 这十四弟怎么变傻了 还要将做太子的机会拱手让人 那晚十四弟说让我帮他做一件事 要是我今天帮他成为大典主持 他会不会就此放过 想吧立刻上前一步 而臣也推荐十四弟 父皇 十四弟功绩显赫就不用说了 大喜一见 若是再成为大典主持 更是喜上加喜 定能冲撞父皇身上的疾病 让父皇健康长寿 凌玉看到擅作主张的四皇子一阵恼火 这呆子在胡说什么 而皇帝则是大喜 哈哈哈哈 老四真是会替朕着想 既然这样 那便由十四皇子供凌玉带朕主持祭天大典 行天子礼 问鼎天下 凌玉还想再说 可皇帝却已经冷下了脸 不必再说 正义已决 众爱卿还有本要揍吗 没有就退朝吧 凌玉的计划被四皇子搅得稀烂 他一脸阴沉的就要往外走 而四皇子却不知死活地上前恭喜凌玉 把他私闯王府的是一笔勾销 凌玉愤怒的一巴掌打在四皇子头上 你哪只眼睛看见本王想做太子了 本王让你替我争了 你之前不是还想做太子 怎么现在怂啊 真是不堪重用的蠢 四皇子揉着脑袋还没反应过来 我 我做什么了我 算上今天的事情 你现在欠本王两件事了 以后本王让你出手再出手 不然别怪本王不念手足之情 滚远点 以四皇子的脑容量根本搞不懂凌玉为何生起 当你做太子我还有错了 要不是被你抓住了把柄 你以为我愿意做 我太难了 大皇子见众人离开 便去了御书房找皇帝 皇帝看到大皇子就很是开心 而想到凌玉就很是愤恨 当年要不是迫不得已 朕绝不会放任他们母子爬到现在这个位置 太子劝道 父皇 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 况且十四弟的确能力出众 机智过人 太子由他来坐在何事不过 而且父皇要是好好培养十四弟 将来一定会是一代明君 皇帝重重的一砸捉面 他不配 朕绝不会让他坐上龙影 当年时局动荡 柳家又是当师大族 从宰相到将军都是前朝柳家的人 朕为了稳固朝堂与柳家交好 娶了柳丞相最疼爱的敌女 没成想他野心十足 为了上位 利用柳家势力强行逼迫朕 朕直接让他晋升飞味 后又为了夺取你母后的后卫 设计陷害你母后通敌叛国 直接毒杀了你母后 朕敢去时 看着你母后怀里还紧紧抱着你 你母后可是陪朕一起夺得天下的名字 朕竟然只能看着他在朕的怀里死去 朕从那天起便发誓 朕绝不会让那柳毒妇与贼子再欺辱到你的头上 只有你才有资格继承朕的皇位 父皇 可视而成身体 朕知你身体弱 妃儿 所以朕会想尽一切办法助你上位 你母后临死前 嘱托朕好好照顾你 祝你上位 为了你母后 为了你 朕一定要亲手灭了那对母子 说完一阵猛壳 大皇子连忙劝他不要激动 朕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这件事已经容不得再拖了 全听父皇安排 而臣绝不会辜负您和母后的一片苦心 这个皇子为了不当太子 竟然故意在祭天大典上摔倒 将身上的小皇叔暴露在皇帝和群臣面前 就在刚刚 凌玉刚回到府上 翘首以盼的和欢立刻上前 恭喜你啊 准太子 凌玉很是不爽 放肆 圣旨一日未下 本王绝不会是太子 和欢完全搞不懂这个喜怒无常的男人 可是皇后娘娘说 你被选为祭天大典主持 就是内定的太子 凌玉一愣 皇后娘娘 是啊 皇后娘娘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 说要在府上先为你即将成为太子小小弟 庆贺一份 还特意嘱咐我 让我在这间里 花园内 皇后正在悠闲地喂鱼 凌玉立刻上前请安 皇后回头看到凌玉和和欢过来 立刻让他们坐在旁边 祝贺玉儿 哎呀 我柳穗儿的儿子果然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母后 父皇还没下圣旨 现在庆祝还有些太早了 不早 本宫为了这一刻 已经准备了二十多年 从你为出生起 本宫就为你拼了命地打拼 本宫从小将你当作君王培养 你能有今天 全都是在本宫的计划之内 只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来得迟了些 不过现在好了 有这么一个丫头在 本宫的心也踏实了许多 今天又听闻皇上让你主持祭天大典 本宫才知道 本宫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是母后 这东宫太子之位 儿臣现在做不得 儿臣 话还没说完 就被皇后霸气地打断 本宫说你做做得便做的 当年皇上为了拉拢柳家 用我年幼的弟弟做威胁 逼我嫁给他 从本宫进宫的第一天起 本宫就下定决心 既然进了这皇宫 就一定要爬到最高位 本宫成了 本宫的儿子也必须成 这些年你也知道 你父皇为了打压柳家 借他人之手 将你做宰相的大舅舅推下来 又将你做将军的二舅舅 发配边疆 无诏不得悔 想来本宫也有七年 没有见过你二舅舅 那些原本支持柳家的重臣们 也被你父皇打压了不少 柳家现在几乎就是 有名无实的富贵空壳一个 所以玉儿啊 趁本宫 柳家还有些势力 好好努力把力 坐上太子之位 站稳脚跟 娘不求别的 只求你不要辜负 这些年来柳家 为你付出的这一切 不要让柳家在这一带败落 灵欲不忍让母亲失望 只好到 母后放心 儿臣绝对不会让柳家就此败落 定会征得太子之位 可却暗暗捏紧了拳头 只是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何欢也适时出现 皇后娘娘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监督她 祝她成为太子的 何欢开心地想着 反正你们左右 不过是要让这混小子做太子 只要我帮她成为太子 你们家也就没我什么事了 我便可以继续修我的仙儿了 皇后笑地眯起了眼睛 本宫就知道你是各式大体的姑娘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能为育儿诞下一而拜命 就算是帮了育儿最大的忙了 何欢面色通红地想着 生孩子是不可能的 反正一时半会也生不出来 等着你做了太子 我就溜之大吉 你自己找别人生去吧 晚上 聂护卫问林玉真的要顺皇后娘娘 现在做太子吗 然而今天发生的一切 并没有改变她的想法 现在还不是时候 柳家固然重要 但若是我现在入了东宫 父皇肯定会趁其他人打压我时 对柳家和母后下手 聂护卫担忧地问 那明天的祭天大典 王爷您打算怎么做 林玉看向了桌面的那些书自信一笑 本王自有打算 祭天大典 林玉和和欢身着圣装给皇帝建立 吴尔这些年真是愈发强壮 瞧着比朕当年还要威风 台下众人纷纷议论 十四皇子真是一表人才 意气风发 这些年虽不能取 但其他方面的功绩也很显赫呀 林玉表情平淡 父皇过奖了 在皇帝的事一想 太监大喊 即时已到 祭天大典开始 众人行礼 主持登天坛 这个皇子为了不当太子 竟然故意在祭天大典上摔倒 将身上的小皇叔暴露在皇帝和群臣面前 就在刚刚 他奉命登台主持祭天大典 但主持了祭天大典基本就等于当太子了 只见他偷偷摸了摸衣袖中的东西 放心地向台阶上走去 皇帝违心地夸奖 以乔玉儿这身姿 就是能担重任的料 皇后真是为朕养了个好儿子 都是臣妾应做的 此时的皇后眼中只有凌玉 可凌玉走着走着 却突然摔在了台阶上 皇后大惊 玉儿你怎么了 快宣太医 而凌玉则是暗笑 只要让父皇和大臣看见这些书 我就不信他们还愿意让我主持大典 让我成为太子 同时偷偷地将藏在袖子里的书拿了甩 父皇前些年明令禁止这些书再出现 但今天 我偏要让你们都看见 只见他起身之后再次滑倒 同时将手中的书顺势远远地抛了出去 大臣们看到书名之后都骂了 这 这是什么书 这这 其中一本金瓶梅正好摔在皇帝脚下 皇帝看着脚下的禁书 空气都寒冷了些许 皇后看到后连忙道 皇上 这些书是本宫 可话还没说完 玉玉就扑通一下跪在皇帝面前 父 父皇 儿臣不该在今天这种场合将这些书带在身上 儿臣知罪 求父皇责罚 皇帝大怒 宫玉玉 你好大的胆子 台下众臣也是一阵喧哗 荒唐 不想赢贵之人怎么可做祭天大典主持 怎么可做当朝太子 有辱斯文 有辱斯文 这简直是胡闹 立刻就由大臣敬言 皇上 祭天大典乃是向祖先 神明不算国家大事 祈求和平福运的大典 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吐四皇子这样做 就是对祖先不敬 是对神明的侮辱 诚恳求皇上立刻换下十四皇子做大典主持 推选更可靠的皇子 皇帝一阵恼火 没想到这小子还藏着这一手 之前还真是小看他了 为了不做太子 竟能做到这个份上 其他大臣也纷纷敬言 皇上 莫要再犹豫 祭天大典本不可出任何差池 若是惹怒祖先神明 对我们不满 那我国未来堪忧啊 趁十四皇子还未登上天坛 还有挽救的余地 求皇上换下十四皇子 推选更可靠的皇子做主持 祭天大典及时不可单的呀 何欢暗道 原来这书不能看啊 怪不得皇后娘娘当时送来的时候用不包裹的那么严实 不过当时送来时 宫灵狱不是让人扔了吗 现在怎么会在他身上 我知道了 他就是嫉妒 他嫉妒皇后娘娘给我送书而不给他送 所以他那日才蛮狠的让人拿走 然后自己偷偷背着我看 现在玩脱了吧 真蠢 何欢看着台上怒吼的皇帝 和一脸怂样的灵狱 则真不争气 要不是为了我的修仙路 我才不要替你踏屁股 想罢停了提裙摆抖上前去 皇上请不要责罚公灵狱 那些书是我的 是我拿给十四王爷的 之前听闻王爷之前不能碰你 心想王爷这方面有所欠缺 但我又想尽快为王爷怀上孩子 所以才将这些书给了王爷 说完他心中还在洋洋得意 皇后娘娘送书时说让我好好学习 怀上孩子 那这书不管写了什么不能看的内容 反正肯定是能还孩子的书 这么书是没错 而且就算皇上扛我头 我还能用法术糊弄过去 只要不砍书就行 台下众臣议论一片 简直胡闹 狱王和王妃太把几天大典当下 但终归不是十四皇子 自己要看这种书 是为了皇家子嗣着想 毕竟十四皇子之前 的确不能碰你 而灵狱则是恨得只咬牙 该死 谁让你替我解围了 明明之前特意嘱咐过 不论在大典上发生任何事都不要出声 耳朵是长在脚底板上了吗 还说得一副本王那方面不行的样子 好的替公灵狱着想的王妃 皇帝气得握紧了拳头 这女子竟然将所有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要是平常 这种无群无视的女人早就该拖下去斩首 可是 她现在是公灵狱唯一能碰的女人 要想让公灵狱如公公 这女子就必须留着 这个皇子为了不当态度 不惜在寄天大典上用小皇叔来了的天女散花 结果不仅没能逃脱当太子的命运 还把老娘搭了进去 皇后为了凌玉和和欢不被皇帝责罚 不让凌玉的太子之位有所牵绊 竟然将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 凌玉顿时觉得大事不妙 糟了 母后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父皇一向厌恶母后 定会趁此为难她 凌玉立刻要制止皇后 母后 这件事与你无 可后面的话却被皇后一眼瞪了回去 玉儿 为了你 为娘只能帮你走到这儿了 臣妾罪该万死 求皇上降罪 皇帝大怒 简直愚蠢至极 皇后 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了 朕万万没想到 你竟会做出这等蠢事 可她心中已经乐开了花 朕愁那二人不好处置 她竟然自己撞了上来 随后朗声道 朕 真的没想到 皇后你会做出这种事 若不是皇后亲口说出 朕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只是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朕要是今日不降罪于你 恐难服人心 刑不上书 刑不上书冒着冷汗上前 按照律法 擅闯禁书库 私藏禁书 赠与禁书等一系列罪名叠加起来 这可是 刑不上书支支吾吾的不敢再说下去 皇帝一眼瞪了过去 说 回皇上 这可是死 死罪 皇帝叹了一口气 皇后一向仁德 掌管后宫多年甚少出现纰漫 朕实在不忍 但有罪不法 有愧于朕的灵明百姓 先 打入天牢 容朕再想想 随后眼神冰冷地看向凌玉 恭凌玉 这件事你母后替你懒罪受罚 祭天大典继续由你主持 但是 你好好想想 为了你母后 你今后该怎么行事 凌玉恨得捏紧拳头 该死 用母后逼我做东宫太子 是我失散了 千算万算 没算到母后会为我挡下这一切 祭天大典结束 群臣回到了皇宫 虽然祭天大典上发生些不快的事 但也算是顺利举行 况且玉儿又为我天朝百姓求得了百年福月 也算是为我国立了大功啊 皇帝得意地想着 功领玉 你母后在我手上 这太子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大皇子立刻复合 父皇 主持祭天大典乃天子之行 十四帝能为我国求得福月 应是被上天选中 可继承父皇家国大业之人 献东宫无主 而臣觉得 十四帝功继累累 又是天选之人 若是能立为太子 想必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 让我国更加繁荣昌盛 群臣复义 大皇子说得极是 臣也认为十四皇子是绝佳太子人选 恳请皇上立为太子 凌玉深感无力 该死 事到如今 为了母后的安危 这太子恐怕也由不得无作 果然 皇帝立刻趁热打铁 朕也觉得玉儿有能力继承朕的一波 将镇的国家治理的如镇一般安泰祥和 不知玉儿还有无其他的想法 凌玉刚要开口推迟 皇帝立刻已有所指望 朕觉得 玉儿应该不会公复朕和你母后对你的期待和信任吧 凌玉一阵沉默 而后无奈下跪 而臣并不复复皇母后及兄长们的重拖 皇帝笑得拍起了手 哈哈 好 非常好 既然如此 来人 你指 朕要立十四皇子公凌玉为太监 随后太监宣读诏书 凌玉下跪领旨 既让我做了这东宫太子之位 那便没有再让出去的道理 不管你们是神士国 我公凌玉绝不会低头认输 群山之中 有二人正在对异 而一旁树桩上的斧头都已腐烂不堪 他们一盘棋竟然下了五百多年还未分出胜负 休老年起一颗棋子 你师妹好像苏醒了 与他对异之人名为商鹿 关我屁事 反正他现在也不记得我了 你师妹刚苏醒 好像就嫁人了 什么 听到此话的商鹿再也保持不了正经 休老微笑 手中的棋子不停地落在棋盘上 你这人口里说着不大 身体倒是挺诚实吗 不行 我得去找他 经过家长同意了吗 就结婚 岂有此理 去吧 去吧 这盘棋我赢了 商鹿直接伸出小母哥 你是不是太无耻了 好歹也是万灵之主 连着下了四枚棋子 你还要不要脸了 你自己不下能怪老夫吗 是你自己听到师妹的消息心神不定而已 爱五百年了 这盘棋终于尘埃落定了 想赢你不容易啊 商鹿起身就走 不和你废话了 我去俗室看看 去了俗室小心点 五百年的变化还不小哦 商鹿十分不屑 再怎么变 不也是那些人那些事 还能逃出我商鹿的掌头 可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 商鹿顺着悬崖直接就掉了下去 我擦擦擦 这是咋回事 怎么元气突然消失了 而此时灵狱和何欢刚从皇宫里出来 灵狱眉头深重 唯金之唯金之计 只有去趟龙原色 我太子之位已定 接下来估计是八方心风血雨 无数人的箭头都会对准于我 我要提前做好准备 想八遍让何欢先行回复 自己接下来有事情要办 而干饭人何欢也要跟着 因为他觉得灵狱刚当太子 肯定是有人要请他吃饭 灵狱一脸不爽 你花太多了 不带 对了 回去的时候 如果有人阻拦 你就说我不在 阻拦之人应该就不会为难你了 何欢独自坐在教中回复 公灵狱就是个神经病 明明当了太子 还哭丧着脸 像是欠了别人多少钱似的 像本姑娘一个人回复 就在这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 公灵狱 你给我出来 何欢先开教练 你是谁 我乃当朝九皇子公外孕 你又是谁 公外孕 这是什么破名字 立刻就有背景板在一旁的 听说九皇子公外孕一直在外吸武 武功已经真如画镜 很多世外高手都对他赞不绝口 是啊 九皇子武功在诸位皇子中是无敌的存在 九皇子是吧 我是公灵狱的未婚妻 有什么事你找我说也行 今日公灵狱被封为太子 朝野震荡 尤其是诸位皇子 虽然大家表面不说 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信服十四弟来做这个太子之位 那你想怎么样 何欢不爽的想着 这个九皇子是不是真的公外孕 孕傻吗 这种皇位争夺的事情 竟然在大街上就说出来了 公灵狱排行最小 身体也自幼体弱多病 不论文武 胜过他的皇子多的是 他何德何能可以做上这太子之位 所以我公外孕挑战他 只要他能胜过我手中的剑 我就承认他的太子之位 何欢感觉很是棘手 早就知道人类有练气势 看着九皇子通身的气势 确实练就了一身不小的本领 现在要怎么办 要替公灵狱接下公外孕的挑战吗 关键是我刚苏醒不久 我也打不过他呀 便准备和他商量一下 公外孕啊 你看公灵狱也不在 不如你们改约再约 结果他还轴得不行 我公外孕力剑出窍 从不空手而归 你作为公灵狱的未婚妻 我也不为难你 我会削断你的一缕秀法 来日让公灵狱亲自前来寻回 眼狗立刻就急了 你敢 你敢削我的头发 我就和你拼命 何欢很是生气 岂有此理 这些皇子们是不是都是神经病了 公灵狱闹不闹就要砍树 这位更是直接要砍断我的头发 公外孕提剑就向何欢冲去 敢不敢 不是你说了算 何欢大和 大胆 你真当没人质得了你 你就天下无敌了吗 不好意思 本皇子就是天下无敌 就是没人质得了我 公灵狱的女人也不过如此 本皇子刚一出剑 就吓成这样了 想来我那十四弟也是没用的样子 就在这时一道金光冲天而降 何欢连忙提醒 你身后有东西从天上砸下来了 可公外孕根本就不信 到了现在还耍这种小把戏 幼稚 随后轰隆一声 一个人正好砸在了他的身上 把地面都砸出一个大壳